中国人视道为体系完整的学说 是宇宙人生的法则与规律 所以中国人绝不轻易言道 不像日本花有花道 相有相道 见有见道 在中国饮食玩乐诸相活动中 只有品茶艺术才升华为道 茶道属于东方文化 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不同的是 往往没有一个科学的准确的定义 要凭借个人自己的物性去贴近它 理解它 受老子道可道非常道 明可明非常明的思想影响 茶道一词自使用以来历代茶人都没有给他下一个准确的定义 茶道这个词在唐代就已经出现 风使建文录中说 又因宏剑之论 广润色之 于是茶道大行 以茶可行道 以茶可雅致 茶道是中国博大精深的茶文化的核心 它必须包括两个内容 一是被茶平饮之道 即被茶的记忆 规范和平饮方法 二是思想内涵 即通过饮茶 陶冶情操 修身养性 把思想升华到富有哲理的境界 茶道可以说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 把当时所倡导的道德和行为规范 融入到饮茶的活动之中 其实早在两进南北朝时 茶道已出具雏形 当时清淡之风盛行 茶作为崇尚节俭的健康的精神 从而被知识阶层和部分统治者加以标榜 出现了路纳 恒温 以茶代酒 和齐武帝 以茶为继的势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到了唐代 陆宇在茶经中将儒、道、佛、三教精神 与饮茶活动融为一体 将精神注入了茶中 使饮茶活动成为了精行简德、陶冶情操的手段 从而真正地开中国茶道之先河 为后世茶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典范 也正是这种细节慢品的明影艺术 使人们对茶的精神品质的领略 从抽象的象征方式 直接进入具体可感的明茶艺术的境界 从此 普普通通的茶便登堂入室 成为一种融物质与精神与一体 联络感性与理性世界的独特的文化活动 自鲁鱼以后 作为茶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被茶品饮之道 越来越受到茶人的重视 这直接推动了茶艺品质的改善 茶具的改制 和泡茶记忆的完善 而品茶的环境 则更是茶人的关注焦点 宋代欧阳修 在其长心茶饮食中 既他得到别人馈赠的新茶 而不用来待客时 有全干气节天色好 坐中简则刻意加之具 显然 在欧阳修的眼里 平民既要有好茶 肝泉 加酿 也要有好的天气 景色等自然条件 更要有一气相投的家客 到了明代 人们对品茶的环境 要求更加严格 冯可斌提出了品茶的十三仪 和七禁忌之说 徐文长则认为 茶衣金色 银银烛造 幽人雅士 寒霄雾作 松月下 花鸟间 清白时 绿仙苍台 速手集拳 红装扫雪 船头吹火 竹里 飘烟 总之 都是反复强调 在平民时 对茶 水 气 环境 人 心情等的要求 在历史上 明朝文人 最讲究茶道中的 平饮环境 这在明人表现 茶室的画卷中 也可以看出 明朝文室 往往把平饮活动 置于大自然的环境中 不懒山水之盛 保长 灵泉之趣 使整个平饮活动 充满 诗情画意 扑合 天地之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